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回到NLM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藝人生 今集說到1987年至1991年間 阿琴姐先後接拍過《何歲片》《八星報喜》和《家有喜史》 在這兩套劇中,以後者飾演一個常母的角色 非常深入民心 並且以片中因為家裡的電線短路而無法收看電視一句 一句對白,對白就是 哎呀,世界末日啊,慘無人道啊 世界末日啊,慘無人道啊 這兩句對白,就成為了李香琴的經典對白了 這兩句對白幾乎經典到無人不適 在2007年9月,李香琴在波園拍拔了的大城小故事 然後跟隨陳展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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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他的梁家無線電視 結束與亞洲電視長達17年的賓主關係 這個大城小故事,也成為了他在亞視告別座 在2007年11月,李香琴跟關淑儀合作唱了一首歌 這首歌是關淑儀主唱的三千年前和三千年後 李香琴負責首歌前的獨白 這首歌在IV之決的頒獎歌獎獎獎獲得最佳令類作品獎 同年12月,他正式回归TVB 2008年1月,他拍攝劇集《盛世人杰》 在2月開拍《唐心峰部之家好月園》 在這部《家好月園》的劇中,他又有一句經典對白 這對經典對白是《不用怕,麻麻在大廳》 這對經典對白也是經典到皆知項民 幾乎個個都認識,個個都認識 他也憑著該劇在2008年的《萬千聲輝頒獎典禮》之中 獲得提名最佳女配角,並且進入最佳五強 另外,他也在《明報周刊》的《演藝動力大獎》 在2008年中獲得最突出TVB女藝獎 在2011年《萬千聲輝頒獎典禮》之中 李香琴獲得萬千江輝演藝人大獎 他中環演藝圈數十載,演技備受肯定 深受後輩和觀眾喜愛 這價值得後輩了迲昇 這個獎是實至名歸地得到的 這是非常不幸的 calib daran 後來,李香琴患上了老退化症 RPM等等,之後停止拍攝劇集 雖然李香琴在2012年之後,再沒有參與拍攝TVB節目或電視劇 但是根據TVB官方網頁,TVB仍然當他是TVB的藝人 一直直至李香琴逝世為止 講到李香琴的逝世,在2021年1月4日 李香琴在家中進食時突然暈倒 他的家人和看護馬上將他送到伊莉莎白醫院 但是很可惜,在抵達醫院的時候,李香琴其實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時李香琴享受88歲,李香琴的女兒蕭子坤 就向他的親友發佈了這個死訊 這個死訊指出李香琴在2020年12月的身體狀況 其實已經開始急速惡化 不過腦退化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了 其實當時他的家人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 準備李香琴會隨時離開他們 在2021年1月25日 李香琴在紅磡世為止 李香琴的喪禮在紅磡世界殯儀本設靈 逆日出品 他的靈救移奉到柴灣歌連神國火葬牆火化 當日幫李香琴扶寶人士 當日幫李香琴扶寧的人士 包括有黃伯明、羅家英、阮兆輝、李龍、苗喬偉、高志森、伍永熙、奴世昌等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裡,暫時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集,我們將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李香琴演出過的電影和劇集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收看 好,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亦都希望你留言、點讚、訂閱 以及希望大家多多分享這條片 給一些喜歡李香琴的朋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